24小時後 幾乎跟老公一起工作 對 覺得很膩嗎 現在目前還是覺得 大酒飽麻離子鬧脾氣 靠乳肉飯打法 結婚6年有孕真相曝光 團恩媳婦大酒飽麻離子 現身酒品活動 即將迎來結婚6週年的她 透露平時和老公有小酌的習慣 所以每天就是 吃飯的時候都會小酌一下 就是喝一點點 不一定是每一天 但是因為我跟老公是工作 24小時幾乎都在一起 工作結束了那種開關 是用清酒來做這樣 24小時後 幾乎跟老公一起工作 覺得很密碼很煩之類的 但是相信很多朋友 也是疫情期間 是跟家人穿著24小時 現在目前還是覺得 所以沒有覺得 她當我的窗口 然後就是我經營YouTube的頻道 也是她是我的好夥伴 那一直拍攝 回到家裡也是一起剪接 一起上片 會把那種工作上的情緒 帶在生活中嗎 有時候還是覺得 其實不遜歷的時候有 脾氣來 那這個時候就是各自 關在裡面不出來 就是一陣子之後就還好 通常誰比較會 脾氣不好 脾氣不好對不對 我 當你們吵架的時候啊 老公問什麼事情 討你關心 給你們經營是好吃的東西 對 這個很重要 我愛吃台灣的小吃 就是帶我去吃好吃的滷肉飯 那我就是麻油吃 哇塵天就搞定了 帶我去也是就搞定了 你們說大家現在 有不敢吃的東西嗎 不敢吃的 喔我被訓練的 很快樂 那你剛剛說就是 你們都一起拍片嗎 前陣子你們有拍一個 健康的影片 那大家誤會你懷孕 對 那個不是故意的 因為我根本不是你 健康的 對 不是我 那你自己 就是懷孕的健康 懷孕這件事情不能求嘛 沒有幣啊 所以大家不要不要逼我 我們很順其自然 如果有啦 就當然很歡迎 就馬上告訴大家 那你沒有避孕 那有特別養身體嗎 我在日本的時候 其實我的婦科比較弱 但是來台灣之後 就產生去中醫調身體啊 用中藥來 就是溫和的方式調整 那我現在身體還OK啊 那我去健康的時候 也是沒有問題啊 不管嗎 也沒有嗎 沒有動暖耶 但是我現在已經 邁進四季頭了 現在動暖還來得及嗎 你會著急嗎 嗯 著急的時期已經過了 就兩三年前嘛 就是我身邊的朋友 都懷孕生小孩 但現在開始經營一支頻道 就是生活也很忙碌啊 工作也很忙碌啊 就覺得順其自然吧 這樣的心態 現在還就是很像 熱戀的那種夫妻啊 其實我們新婚的時候 已經感覺像 老夫老子了 那現在已經賣進七年了 保持新鮮感 有一點難度 但我覺得一直 老夫老子下去也還不錯 就反正就是感激很好嘛